操場上小朋友拿起水槍 上演水槍大戰 體驗潑水節活動 潑水了 趕快攻擊 新住民身份的市政府中發處長林立禪 被孩子們團團包圍 在炎熱的太陽下 能夠玩水實在很過癮 因為我們今天是東南亞 不管是柬埔寨泰國 我們的緬甸等等國家 他們在今天或明天的過年 那我們也希望說 藉由過年的這種節慶 帶一個多元文化的 讓我們學校的孩子 也藉由節慶認識不同國家 那進而有一個視野外 也有一個包容的心 就由市長謝國良 親自發水槍給每位孩子 還和小朋友合影留念 就怕小朋友手下不留情 趕緊提醒小朋友 別朝他涉水 好啊 好 那你們 你們可以好好玩 我覺得主要就是 給大家一個東南亞過年過節的氣息 然後也分享多元文化 給更多的小朋友 我鼓勵他們互相的好好的開戰 不要射到小愛爸爸 為了讓孩子們認識 東南亞新年節慶 然在國小教室裡 擺滿各種東南亞美食 有芋頭 西米露 薄餅 水果 還有法國麵包 夾冰淇淋 讓孩子們大旦一國傳統點心 就是在講柬埔寨有什麼活動 新年 我覺得非常好玩 也很有趣 體驗柬埔寨的新年 然後吃一些柬埔寨的傳統食物 然後讓我們體驗到柬埔寨的風俗民情 不原文化的理解 是我們現在十二年課綱裡面 很重要要培養孩子的核心的素養 所以我們也利用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 剛好就是東南亞的過年 其實就是在今天 我們利用這個節日的一個結合 讓小朋友能夠認識 東南亞的一個民俗文化 學生們吃點心 拿水槍體驗潑水節 玩得超開心 感受不同國家的過年氣氛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